謝謝市長的命令 結束12天手術療養後 台中市長盧秀燕 坐著輪椅 傷後首次亮相 內挺事情大 掃黑妝案 像我們非常辛苦 守護這個城市的 Police爸爸們 祝你們父親節快樂 蔡局長上日以來 五案不破 他很滿公規 擔心警告犯案 一開口就幫先前 在議會失言 說出裴洛西來台 自求多福的警察局長 蔡昌博換夾 也被解讀是 傷後付出 拼治安 去年一整年 110年 台中市在四大 刑事的一個專案裡面 全國評比 都是第一名 不管是訴槍 不管是掃黑 不管是企毒 或者是打仗 年底選戰在即 市政成績 還是宣傳重點 根據民調統計 盧秀燕支持度近六成 擁有領先對手蔡其昌 現在傳出 蘭燕打算出動 最強母雞 跨縣市 拉台扶選 我們以市政為主 關注市政 重視市政 媽媽市長做不到的 媽媽市長不願意做的 就由爸爸市長來做 那所以 她沒有辦法 營養午餐免費 蔡其昌有辦法 如果我有機會當市長 我有更多的資源 含話爸爸市長 要來接棒 但蔡其昌對上的 可是藍營最強女力 只能傾奏基層 背水一戰 歡迎新聞 紅石城 李文玉劉沛庭 台中報導